還漲147點 那也跟著這個德國的一個腳步 正在邁進 希望對台股有正面的一個走法 待會炫哥會跟我說 我們台股真的很厲害 有人跌 有人漲 我們卻還是維持在這 好 我們趕緊來看有哪些故事 好的 那我想就是說 大盤在整理的過程裡面 還有一些個別股創新高 我們看5490的同亨 那你可以發現同亨的話 最近的股票創到120塊 其實之前我們也在節目 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們怎麼說 我們來看字卡的一個部分 電子錢包 民間說真的以後 還用信用卡在那邊刷來刷去 還在那邊簽 不用啦 皮包都要破了幾個 還是手機這樣 然後Touch ID認證 OK 這是你的指紋 有經過加密 指紋變成 手機弄一下 電子錢包就交易了 那實際上這一次的話 有很多人在iPhone 6 就是之前宣哥用那個iPhone 6 那個觸控 有大概三分之二 用了之後不用電子錢包 根本也沒用 錯誤率高 但是6S的話 這一次在Touch ID這邊 改善非常多 所以這一次的整個電子錢包的話 它的流行率會高 所以大家很寄望 這次iPhone 6出海的話 造成電子錢包的話 原則上的流行的話 會大為的快速 那現在像Google這邊的話 因為有70%的話是Google手機 所以原則上它這一次的話 也有一個Android M的話 就是Google Pay 還有指紋編織 這兩個一加進來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整個明年或是下半年的話 整個電子錢包 用指紋編織來編織的話 這個普及率會大幅的增加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今年營收成長86 明年成長23 我們看5090的同分 為什麼股價還是逆市場 就是說這是有故事 因為它走在時代的前端 時代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這股票它就要流行這個 再來我們來看一個叫省準 我想省準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之前跟各位報告說 因為Waiya這個營端管理 為什麼一個手機可以做那麼薄 為什麼一個比基金電腦 可以做那麼薄 平板電腦做那麼薄 以前都是硬碟 硬碟都一大堆就很重了 現在硬碟都越來越少 越來越薄 只有基本的存量 因為你的資料都存到什麼 雲端去了 所以資料就要雲端 雲端如果出問題你就完蛋了 雲端如果出問題 你的資料全部報銷 所以雲端的管理最重要 那像這類型股票 它推了這個交換器叫EWS 一台可以管300台到500台 所以原則上成本就會降幅很多 以前的話一對一對一 或一對五 一對三 現在一台的話可以對300台到500台 所以大家就搶著買EWS這個交換器 所以去年出貨300台 今年出貨的話大概1500台 所以原則上我們看3558的省準的話 為什麼股價的話能夠這麼厲害的話 其實也有它的道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固態硬碟的部分 就是細粒解 因為這個固態硬碟的話 它比傳統硬碟速度快很多 而且一般來講的話也就容量更大 那就取代傳統硬碟就好 但固態硬碟資料會消失 傳統硬碟不會消失 所以也不能全部取代 就要混來來做 那現在固態硬碟的價格已經到70塊 傳統硬碟到60塊 只差10塊錢 所以大量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今年成長42% 明年營收成長30%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謂的細粒解6415的股價 要表現就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的選股的話 除了基本面以外的話 未來的想像空間大的話 也是一個觀察重心 所以原則上我們來看 台光電的部分2383 那台光電去年賺4.86 今年可能賺6塊6 那你可以發現 今年第二季的話 預估1塊5毛5還沒公佈 去年是0.94 那幾乎成長5成 淡季成長5成 那旺季的部分如果再穩定的話 那今年6塊6就很好 所以這一次在大盤下跌的過程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2383的台光電 反而是V型反轉的一個模式 完全是在一個價值投資的概念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覺得有些未來營收 可能大幅成長一些族群的個股 也值得觀察 比如說我們看6176的瑞宜 因為過去它是沒有 那現在它有了iPhone 6S的訂單 以前是沒有 那現在擊敗了韓國的Elite Calm 所以變成說以前沒有 現在有它的營收的話 成長速度就快 如果有資卡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打敗了Elite Calm成為第二供應商 我們看資卡的一個部分的話 所以原則上重點是3Q的營收 因為現在進入7、8、9月份嘛 第三季比第二季的營收應該都成長 但是成長有的只有3%、5% 成長47個% 第四季比第三季再成長22個% 明年比今年再成長30個% 也就是說從7月、8月、9月之後的話 這個營收的話開始谷底翻升 就大幅成長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是覺得說 從這一次大盤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很多股票逆勢上漲 抗跌的話 完全是在獲利 完全是在基本面 所以原則上的話 還是要找未來 可能現在在谷底 但未來它可能具備 高度成長的一些族群的個股的話 應該會比較適合一點 OK 那待會要提出短期的應對策略 看到歐美股市今天的一個表現 而且稍晚包括美國也會公佈 ISM製造業指數 這些都是因為1號嘛 剛剛包括了歐洲也公佈了 他們PMI的一個數值 都會在畫面下緣 提供給投資朋友來做隨時的掌握 進廣告之前我們來看看 您未來的好朋友 你必須要認識他 金魚機械手臂來來回回 精準到位 不僅僅是做甜點包裝 還能透過視覺感應器 挑選消費者想要的口味 就像是一位店長在現場服務 機器人應用越來越廣泛 台灣廠商技術也不斷精進 看好相關市場發展 30年前的確很多關鍵組件 都必須要借重國外歐美日 那在這近幾年來 國內的產業相關的零組件 已經逐漸的克服相關的關鍵技術 從去年的數據看起來 它已經有很高的成長率 高達12%的成長率 不只能讓店長透過多機協同的系統 即使是三種不同型號的機器人 也能在同一平台下輕鬆聯動 硬板刻畫字體絕不出錯 但要研發出這些技術 最重要的還是目前嚴重缺乏的相關人才 像這位77年次的黃同學 成大電機所一畢業後 就立刻被網羅進機器人產業 請直亮眼讓同學好羨慕 一般來說台灣現在還是以IC產業為主 所以IC產業的薪水當然相對 比其他人都會高很多 然後因為現在自動化 現在台灣正在開始發展 所以這邊的大域其實也都算還不錯 除了工業用機器人 今年6月由代工大廠鴻海 與日本軟銀合作研發的 服務性人型機器人Pepper 上市同樣大受歡迎 研究機構也看好 相關IC控制晶片領域發展 因為以Pepper來說 光是在頭部就有人臉辨識等 10項IC感控晶片 手部有兩個觸控感應器 下半身則更有高達至少14個IC元件 使用量比手機還要多很多 IFR國際機器人聯盟評估 到2016年預計將有2200萬台 個人或家庭服務型機器人 銷售並投入使用 如此大量的需求 也有望讓台灣半導體產業 多一塊藍海市場的想像空間 記者朱三顏林凱 台北報導